念佛的果佈是什麽? 佛同我们讲的真有道理 这种是世间小的果佈 小恩得小果 这三种诗叫小人得世间的小果 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小果佈 念佛是大福德 是最上无比的大福德 它是直接将阿弥陀佛无量劫中 修行的善因善果 统统作为我们现在的仇人 你说这是真正不可思 念佛的果佈能超越六度轮回 生到西方记录世界一生成佛 这种事情知道的人 确实不多 所以我们讲修福 积功雷得 信愿持命是第一 这种是无量的福 无比的福 一生中愿正四土愿愿受诸郎 换句话说 这是将佛那地上的福德 拿到我们做仇人 你如果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你无可能不念佛 而且你一定念得非常勤快 你不会中断 为什么? 修大恩正大果 这个大果佈 那个小的通通在里头 全部都包括了 小包不到大 大能包小 世出世间 一切善果 统统在里面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